苦由何来?苦就是由那四个字来,忘字爱找,忘其知见,而凭老命的意志执着,让真心起作用,这修行人是很重要的。 真心起作用,叫做守本真心,简单讲就是保持心性,如如不动,不取一项,不落入恶言论,那么心体理念是法界一种项。 见性的日子,指日可待了,所以自心起自心,非患成患法,就是这个道理。 迷生疾乱,疾是静,心静的时候叫做疾,心动的时候叫做乱,疾乱也是二元对立的。 无好恶,当一个人迷惑,颠倒,没有智慧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下子心静,一下子心又乱,一下子静,一下子又乱。 把这个动静所产生的无名当作自己的心,你没有办法调和。 所以我告诉你,一切众生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神经病。 这大神经病跟小神经病,还有有维系的神经病, 因为这种常常会有自己贪嗔痴不知道,而且讲话,攻击人家也不知道, 伤害人家也自己都不知道,莫名其妙,无缘无故的就哭泣啊,就难过啊,夜想就夜气啊, 锅碗瓢盆啊,碗筷啊,全部摔光光,还不能解决内心的纳闷。 所以我告诉各位,两个人背景不一样,要凑在一起这个结婚, 生而易丽要建立一个家庭,实属不容易啊。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维持家庭的婚姻, 就是说,千万不要想改变它, 那么日子就会很好过。 你能守住这个原则,千万不要想要改变它。 第二,一定要包容它的缺点。 你这两样做得到,婚姻才有办法继续维持, 否则没办法的。 你每天看它的结婚,它看你的结婚, 一直凡夫无名,怎么会没有自己的看法。 对不对?什么都吵,什么都会吵架。 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心迷的时候, 就会产生动跟精之分。 有条河,有时候心很愉快,就很条河, 有时候杂乱无章。 所以这个心啊,一下条河,一下子杂乱, 一下子动,一下子静,急就是静啊。 显然这个不是究竟。 如果一个真正静的人,他的心就, 心静如水,对不对? 我们现在的感情理性 感性理性感情理智 上上下下上 所有的众生的心 从来没有调和过 悟了的人 他的心境始终保持圆态 我们原本解脱自在 安详的圣人的觉受 只要你开悟 他就会慢慢慢慢的享受 什么叫做大悟 大悟的生活 生命有什么好 为什么一定要开悟 因为他的二六十钟 统统叫做享受 就是enjoyed life and perfect life 完美的人生 enjoyed life 享受他的生命 enjoyed and perfect is enlightenment 就是开悟